而推广原住民的传统记忆 华林市公所开办了编织异作 以及包装设计课程 15位的学员部分族群 大家是认真学习太鲁阁族的桌子传统工法 而在专业讲师的指导之下 一一完成亲手编织的作品 学员们说过程很困难 但完成之后非常有成就感 15位学员部分族群 大家基于喜爱原住民传统编织 而报名参加施工所开办的研续课程 在专业讲师指导下 学员们学习太鲁阁桌子传统工法 用耐心与细心一针一线编织自己的作品 过程非常艰辛 不过他们都说成就感十足 因为家里有一个字句 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在练习编织的 想说一直放着很可惜 然后刚好这个缘分跟老师一起学编织 真的好厉害哦 学得好开心哦 这就是我的成品 刚开始当然很难 理解性没有那么好 然后后面老师很有耐心的教学 然后就这样学了好几条好开心 很难 难道我就是生气把线都全剪了 因为失败很多次 真的哦 对然后小朋友也请他们一起跟我一起织 对小朋友就是小台的 然后就我们就是一起做这样子 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小朋友很有成就感 小朋友 对然后妈妈是精神轟炸 因为我说这好难哦 因为还要算 对我就觉得古代的人数学还应该很好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呢其实我织得很丑 然后呢有有有有就学员跟我说 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的第一个织布也没有这么好看 要不要我给你看这样 哦那时候让我的那个信心大增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呢 就可以织度这么多 那老师的教法真的很好 他先让我们换那个组织图 所以我们很快就上手了 从认识织线织句织法接着分辨图文的不同 还有米粒文加上阶梯文的绘制 亲自设计制作成短板围巾 还有名片或零钱包等作品 从中还融合了原住民六大族群的色系及图腾 每位学员专注认真的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最后还有专业老师协助进行成品的设计包装 同学们非常开心 也希望施工所可以继续开办进阶课程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再精进自己的才育 介续会欢迎室报道